為什麼記者說 好 您北好友 叫做林育 слов 去哪裡了 所以就離境了 說得在奧地利 所以檢察官說 船鞠不著會通緝 一般我們通常這樣 船裡抗船集鞠 你不來就把你抓起來 然後呢 鞠不到就通緝你 所以很多人 這個很小心 很多人他不知道他被告 他不知道被告刑事 比如說假如說 朋友告他 或是兄弟姐妹都有 告他分遺產 告他欽佔等等 他不知道從國外回來 幾十年來回國 一到機場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然後趕快要找律師交保等等 因為船裡沒有 你在國外你根本沒有收到船票 你不知道在船裡 抗船集鞠 就把你鞠 如果鞠不到 他就被通緝 通緝所以剛好你回來了 就在名單上 就把你抓起來了 就很小心 那賴清德說 你們就為了贏得選舉不擇手段 不可以 然後賴清德說 這個就不通了 因為林北豪是黨員 你一定會說 你們黨員幹這個事情 賴清德說 如果有民進黨的理念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 民進黨黨員發生事情多了 那些人當時怎麼加入民進黨了 不能以偏概全 另外郝友宜就問說了 對了 林北豪是翻車的 你進口袋你綠營講清楚了沒有 這是一個事實擺這件事 這跟林北豪油沒關 他提供的資料對還是不對 不對你當時可以講 那個資料都錯的 你也沒講到資料是錯的 所以食安問題還是要還人民公道 人民還是在乎食安問題 蔡宇是說林北豪油 是替雲林張家服務了 張家縣政府已經否認了 雲林縣政府 另外吳雲林說農業議題 有中國的影子 他都在後面 那蛋上就說 農業歸雲林 不要老是怎麼扯中國 我們看一下 服業本專恐嚇案 被檢警逮捕收押禁見 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他 擔任過雲林縣長張立善的 網路小編 更在張家駿要選立法委員時 擔任過發言人 如今國民黨政策會的工作也不報 為了這個議題 政策會執行長曾民宗親自道歉 國民黨更有許多人 因為恐嚇案人落網了 才知道有許哲兵這號人物 我們認為這件案子 沒有必要的無限上綱 他確實是我們的黨工 不過阻止的這個人 在第一時間也承認 他具有其他政黨的黨籍 我們認為這兩個人 純粹就是一個私人交往的關係 深夜得知消息 一早國民黨開會 決定解雇許哲兵 兩場記者會多說明這件事 是急著切割還是危機處理 看得出黨中央 非常重視的壞蛋議題 就怕回力標和輿論導向 燒到自己 其實康哥你知道 這兩個禮拜已經 大家比較少在談蛋的事情 很簡單就是因為那個 可能壞掉的蛋 或者是進口即使有混蛋 他慢慢都已經從市場上派出了 所以當那個蛋的恐懼 正在消退的時候 突然林北好遊這個大翻車 對他也好 或是對挺過他的來講 都情何以堪 我們一個一個跟觀眾朋友 爬梳清楚 這個許哲兵他確實是 以前幫過張家俊 幫過張立善 他確實是在國民黨 現在目前的政策位 他確實好像也就是幫國民黨 在做事是黨工 那你今天黨工出事情 民進黨還不上去壓在你 在地上磨砂 他當然大力講 人要 心理學專家 今天好幾位在這邊 人要騙人之前要先騙過自己 對 郭震那也是這些 對 都忘了 才大心理系畢業的 所以康哥你知道嗎 人要騙人之前要先騙過自己 民進黨知者 過去這兩禮拜是有怨氣的 因為蛋是沒人處理好 處理到這樣對不對 陳其中下台以後 現在好不容易講到說 這自導自演他還管你 剛剛我聽到佩君跟正在講 你們講的是有道理 蛋歸蛋 自導自演歸掉自演 他還給你管 他就弄在一起 這就是假的 林北豪就是亂想的 所以他又重拾他的信心 他講說我們民進黨 過去都是個壓著打 因為不是只有林北豪有講這件事 我也講過 對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亮哥一定懂我的意思 民進黨知識者 他們就可以又覺得說 他就可以過關了 那件事情對民進黨的 好像我們沒有做好事情的事情 就好了就翻下一頁了 所以這個事情確實我覺得 對整件事情來講 對民進黨在蛋的事情 處理不好來講的話 至少可能35%是民進黨的人 他就理直氣壯沒問題 但事實上蛋的問題 他所講的 林北豪的文章其實非常清楚 我自導自演是我錯了 可是我所質疑的 蛋的冷戀過程 他的標示的日期 還有中間這些問題 都是實實在在的缺失 但今天林北豪有 他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其實我跟佩君 之前在錄影之前 我跟他是幾乎天天同台 我跟他私底下也會聯絡 他壓力確實很大 因為每天他接很多天 我不知道誰打電話給他 錄影期間就在旁邊 一直接電話 所以他想退場了 這個是很明確的 就差不多講到那裡 差不多他想要退場 可是他使用一個錯誤的方式 因為剛剛主持人 有講到一個關鍵 他真的 因為據他所說 除非這個也不對 他收到那個刀跟槍的恐嚇的圖片 是真的嗎 夠了 你就拿那個去報警就好了 然後你就 而且說實在的 我今天真的要退場 不寫文章或不上節目 需要跟誰交代嗎 我不上節目 我會被抓去檢查局嗎 不用 你就不要講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有 真的有覺得受到威脅 或是你內心累了 你就不要講了 可是他又覺得說 要給社會一個交代 我為什麼不再講了 為什麼就進口了 我為什麼就不上節目了 因為有人已經掌握我的太太小孩了 結果這部分的話是家為添醋了 那現在一翻車以後 整個事情都凝掉了以後 大家又再吵一次就是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連蛋的食物的部分 都一起跟著自導自演講說 那個不是那個 他都是狂 學生去的 有可能他的個性不喜歡這樣 就是嘎人兒子 他要一個燦爛的結束 大家很注意他 結束 我們看到侯妤怎麼回應 林北侯妤認了自導自演 自家黨公牽扯 其中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到屏東跑行程 侯友宜被問到這件事 他就問民進黨 進口蛋的內幕 查清楚了沒 在這裡 再度的呼籲民進黨 還寫 最重要的問題是 你的蛋怎麼進口的 到底有沒有關山鍋前的內幕 你說清楚嗎 沒有 提到進口蛋 臉書粉專 林北好油版主林玉宏認錯之外 也提到該監督政府施政的 應該是在野黨 如國民黨也未能夠有效積極監督 反倒資料都從他那邊抄襲 痛批國民黨是監督不力 涉及到網路言論以及所有的行為 日常人都是要接受司法調查 司法調查的過程當中 誤謊誤眾 有違法就辦 沒有違法 玩家清白 而跟國民黨許信黨公事朋友關係的林玉宏 是民進黨的黨員 他說會退黨 這也被質疑是寫好的劇本 千萬不可以為了要贏的選舉 不擇手段 如果這個事情最後證實是真的 自導自援的話 這個也是台灣民主化之後 第一次有在野黨的黨工 以自導自援的方式 某黑政府製造對立 引起社會恐慌 企圖得到選舉的利益 這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喊話要國民黨查清楚 林北好油風波 扯出藍銀黨工綠銀黨員 藍綠都很難置身事外 但是他一國也沒有他的方式 你會做這次嗎 你看他一路 沒有 他一路 你看跟著朱立倫 跟著曾明忠 他都找到很重要的位置 去做他該做的事情 林北好油沒有跟曾明忠 有沒有跟朱立倫 都沒有 他們都有講是他的 黨工 是他的黨工 他們都做很小的事情 但是一般的人不會爬到那個地方 我認為林北好油的問題 出在這個人 所以我真的剛剛就建議說 柯智恩應該是找他 做一個人格測驗 看看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忙得咬死他去搞這幹嘛 我跟你講 他是一個小人物 碰到一件最近很熱門的小事情 他把它講成很轟動 但是我不同意他要退場 必須採用這個方式 我倒有一個想法 因為在我們現在 高科技這資訊傳播的方式而言 就是太快了 傳播很快 作假太簡單了 你第一時間點沒有辦法分辨 到底真是假 你大家不要在第一時間點 如果你沒有分辨真假的能力的話 你不要去蹭得太快 很多人都蹭得太快 但這個去蹭的人 很大一部分是現在要選舉的 民意代表的候選 這個我不怪他們 他們沒當作就在收銀 還當作不收銀 對不對 所以他們當然去蹭 不過我覺得比較倒楣的是黃國昌 黃國昌平時罵人好兇 氣勢很好 這個不是翻車了嗎 翻得很兇 還有一個就是管仲敏 管仲敏你可以管 這個是公家事務 但是跟前台大校長合適 你很多事情可以管 這個事情你也插進來了 大家都趁這個機會 就說政府這個一個小民被恐嚇了 你怎麼不處理呢 而且怎麼處理的這個速度 跟其他跟黃國昌平他們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教訓 就是說當你發現一件事情 可以發揮的時候 而且你在第一時間點沒有把握 你就不要蹭得太兇 蹭得太過分 你看看一個整個名單裡頭 去蹭的人 除了他最後拿出那個黨政出來 要是他沒有拿那個黨政出來 他那個黨政的動作也很奇怪 這跟整個事情 跟黨政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拿了黨政出來 稍微淡化一下 要不然整排翻車的 通通都是國民黨 不過也不能怪那些人 替他伸張正義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不會做這樣的事 就是他實在太反常了 所以你剛剛說 我說他 有人說他誰很神 不是我說的 有人說太奇怪了 因為一般人要下場就下場了 講實話 今天我們任何一個人 說明天開始不上節目了 有什麼了不起 還非你不可嗎 對不對 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他還要 後面還搞這一拖 一般人這麼想不出來 不是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一般人總覺得說 你被威脅了 你就哭 哭成那樣子下節目 當然要聽你伸張正義 說政府你要查 我就是人 這常見了 但他那個行為太怪異了 跟一般的常理太不合了 才會變成這樣 休息一下就回來 好吧 前兩天公布潛劍 海昆號 說樊潮很粗糙 因為他現在把他蓋起來不給他幹 蓋起來很粗糙 所以專家的質疑 沒有完工 否則為什麼蓋起來 因為沒有完工不給他幹是不是 另外因為黃曙光說 有些軍火商去把資料給老共的外管 讓老共去威脅 恐嚇 阻止那個國家提供零件給我們 甚至有些立委是為了迎頭小力 來阻擋他們 所以現在不得了 如果把我們的潛艦資料給老共的外管 是外犯罪 那到底是誰 所以高檢署分案 也該分 如果說前海軍總司令這樣講 不分 這個很奇怪 當然也很怪說 這種事情照理講 一發生的時候 你黃曙光 你們就應該去告發了 這還得了嗎 有這種事就要告發 立刻阻止 這不講 現在才講 這很奇怪 這也很奇怪 好 那麼陳建仁說 希望朝野黨團支持國防 一副 朝野黨團沒有支持 特別是再也沒支持 那立委拿2019年的會議 說馬文君洩命 馬文君說選舉就開始操作了 到選舉就搞做東西 另外說馬文君走出會議室 打電話給王志鵬 王志鵬說 這是趙天穎指控 王志鵬說 我根本不認識馬文君 馬文君不認識王志鵬 他打電話怎麼給他 現在就問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滿可憐 國防部長 我的了解 根本管不到潛艦案 黃曙光也根本不跟國防部長報告 國防部長完全不知道 而且他就是陸軍 他怎麼知道海軍 海軍還分兩派 潛艦派跟非潛艦派 所以邱國昌也管不到 邱國昌馬文君有沒有泄命 邱國昌說馬文君工作認真 我不揣測誰洩密 認真不認真 跟這個有什麼問題 我洩密不洩密 認真就是表示認真工作 另外 到底有沒有洩密 邱國昌說立法院的秘密會議 都有簽到 委員都有簽到 但這個簽到是不是就是保密協定 簽到就不能外洩 他說立法院認定 立法院假如認為說 我們這叫秘密會議 所以所有人來簽到 就不需要保持機密 不能外洩 立法院認定 他也是這樣 另外羅智政就問國民黨說 有沒有簽保密協定馬文君 有沒有抄寫機密 知道有沒有洩漏國方機密 來抓了這個連續轟 到底怎麼會 怎麼看一下 不要再用一些小的東西 想要把它扯開 扯開以後我們主題跑掉了 我們主題死抓的就是 馬文君你有沒有賣國 郭文君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確實不掉 你不要再問了 因為法務部現在確實已經在 對 那就他 其實我很翻譯 因為什麼 因為到最後會傳我 不滿記者拿著年初遭爆料疑似 與韓國廠商的錄音 詢問自己 一早案令告馬文君妨礙名譽的郭喜 要求大家應該關切當事人 而高檢署確實已經注意到了 如果涉及到國防秘密 這是二省管轄了 所以高檢署他本於職權 他們就會處理 高檢署已經正式分他次案進行調查 將朝外患罪方向釐清疑店 但此時出手來因質疑案情不單純 如果黃曙光他真的認為 是有泄密的情勢發生 或是用到賣國這麼重的字眼 那你應該很早就跟相關單位檢舉才對 而是選擇用對外放話的方式 這是令大家更加質疑的地方 黃曙光出面面對 如果馬文君有跟你要過利益 我切剝自殺 包括我在內也很多人都一直提醒他 千萬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委員會甚至也為了這樣子 其實做出了很多臨時決議 然後要更約束委員的行為 前他拿出證據 多次制止是什麼意思 多次制止 我不知道什麼是操操寫寫 打電話七七七八四 這是有可能嗎 只是民進黨也分進合集 黨團黨中央齊發開記者會 要抓出馬文君們現行 國防泄滅案 儼然成為藍綠 正式攻防 市議長 我覺得先回應 羅志正是三個問題 有沒有拒簽保密 切結 我們先問一下 你簽了 萬一你簽了 或是你沒有簽 萬一你發現你被控告 或是你曾真 你是已經有泄滅案 你就可以因為有簽沒有簽 就免責嗎 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有簽沒簽有這麼重要嗎 如果沒有簽 難道你泄滅就可以不算數嗎 這是什麼問題 第二個有沒有操寫機敏資料 馬雲君說沒有 有沒有協助國防機敏 馬雲君說沒有 有的話拿出證據 沒有證據 你問了這三個問題 告訴你都沒有 所以問這個問題到底在幹嘛 這完全是一個政治性的操作 而且我個人認為說 郭寫還要選我們左南區的 一個立委吧 那他本身可能會有一些 軍系的一些的關係 所以他在這邊運作的也非常的多 可是你只要看他在這些 譬如他政論節目跟他所講的話 他今天更離譜的是 他把這個李錫民 黃針輝跟王志鵬 還有加上馬雲君 四個人把他們說是屬於賣台集團 李錫民 所以今天記者去問李錫民 李錫民也就是說 他不想追他起舞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人講話 完全只要出一張嘴巴 綠營的人馬上跟上 然後請他上當各個的節目 他講話好像 彷彿是不用需要做任何的負責任的 人家只要質問他 他馬上可以爆出更多的 然後這些有沒有人去查證 他所講的到底是不是 然後每個人就根據他 他所設定的前提來做後續的處理 然後把過去我們當過立法委員 在場有非常多立法委員 每個人對於所謂的潛艦 這麼重要的事情 或對一些重要的設施 就像前瞻 我們只要對前瞻有任何一件事情 他就說你在阻礙地方的發展建設 請問立法委員 他就只有透過預算 凍結或者是刪減 來要求你講得更清楚 講得更清楚 並沒有把你做任何額外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我們連這樣的基本的職權 都要被你寬上 你就是阻礙地方建設 你就是賣台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怎麼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成如剛剛趙大哥所提到的 黃曙光你用這樣的身份 你可以在那邊公開的指證 就是說有人迎頭小利 那個人是誰 有軍火商去欠我們的機命 賣給中共大使館 何等重要的事情 趕快去處理 趕快告訴我他是誰 我們都想知道 你不能講了一句話之後 放了炸彈就走人 然後透過影射 讓後續的每一個人 都出來澄清 是這個 不是這個 更不要說是有的人 跟無限上崗的 開始去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在選舉時間 這種影射黃曙光說清楚吧 說清楚 鄭大修 我覺得郭喜今天改口 他說是軍火商把潛艦資料 交付中共大使館 與麻文軍無關 黃曙光是國安支委 你如果知道軍火商幹了這個事 你為什麼不出來指明 立即制止 提告 這個是國安支委該做的 這是你的本業 你國安支委會不知道這個事 如果黃曙光知道 國安會一定知道 所以為什麼沒有提告 沒有任何警告的動作 我說針對這個軍火商 那個軍火商可能在台灣有辦公室 還有第二個 坦白講這種機密資料我也看過 我也參與過 手機不能帶進去 現場怎麼可能抄 有人在那邊巡 你怎麼可能用筆在那邊抄 還說可以一半跑出去打電話 這個現場應該有很多人 除非他那種機密資料是說 我有一個瀏覽期 那隨便你去看 如果不是這樣 而是現場看 然後大家看完 這就收回去了 這一種現場是有人盯著你看 怎麼可能用筆操又打電話 說出這種話的人應該出來舉證 說馬文勳幹了這個事 這個實在是難以想像 阿神 這件事情是大事 大得不得了 我覺得馬文勳的傷害 是其重無比 所以他今天甚至堵下他又欺負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起頭 是黃曙光 那你黃曙光何等重要的人物 你既然起了頭 你就要一路負責到收尾為止 你跑不掉了 根本不需要檢調去查 你都想要糟糕了 我都講了 我現在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要靠你一個人 你非常不可 所以這個又回到那個 這個林北好友的一樣 這件案子 我把它歸入也屬於那種 第一時間點 我不敢戰變的案子 你敢戰變嗎 你敢說馬文勳絕對沒事嗎 你敢黃曙光都該做的都做了嗎 還有郭喜當然是一個 我們現在比較可以有共識的 就郭喜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或是真的是能夠呼喚喚你的 不簡單的人物 我們講他會告明我不知道 但除了郭喜是一個問題人物以外 很大其他部分 還沒有水落石出的部分 現在我認為都是言之過章 我不敢戰變 我再重申一次 我不曉得從何講起 而何況這個事情我是外行 他這個東西也怪 就是說有軍火商 把潛艇的機密 送給海外 國外的勞工 軍火商為什麼要幹這個事 一定是搶生意沒搶到 搶生意搶到了 換句話說就 不是只有一個軍火商 軍火商跟誰搶 跟黃曙光搶 不會 一定有幾個軍火商 我用了這個軍火商 沒有那個軍火商 一定是這樣子 用了什麼軍火商 那個軍火商背景是怎樣 誰在做代理 誰在做前課 拿了多少委託 大家很想知道這是一個 為什麼讓這個軍火商不滿 如果這個軍火商不滿的話 他並沒有介入 並沒有拿到這個標案 他有什麼資料 可以給中共大使館 知道這意思嗎 就是說我一定是參加這個項目 我在裡面搞對不對 除非搞一半跟你翻臉了 好 我把這個機密給 看起來是搶生意沒搶到 當沒搶到以後 他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他最多大概把那個標單給大家看看 最多就這樣 你們來投標 來 按照這個標單來報價 那個什麼偉大的機密 根本就不是什麼機密 我不知道這是他們到底成了多少機密 我只知道以前我當立委的時候 很多時候國防外交開 特別是國防開委員會 然後國防預算 包括預算 鎖在群銜樓旁邊小房間有沒有 那個預算書還用鍊子扣住的 然後我們什麼都不能帶 筆記本都不能帶 進去翻完了 你要記在腦筋裡 然後就衣服多嚴重 後來我看了很多事要說 他海軍官校的 或是軍校的前期同學 退役的 在幹軍火商的 那些資料他們通通有 知道這意思嗎 對立委 好像你們每個立委 都可能會洩密 然後那些 你想想看 他那個資料誰給他的 他怎麼弄得出來 軍火商給他的 知道這意思嗎 軍火商才會告訴你 什麼炮 什麼彈 什麼飛彈 型號是什麼樣 你要不要買 給你參考 只有軍火商 軍火商都有做好的提案 給他們的學弟拿出來很偉盜 你們要保密 都不能 那時候我曾經為這個事發言過 就很生氣 你們可以這樣幹嗎 到底怎麼會說我們休息 是一個人用券 Ping 左價格 中文打 進去了 感谢观看